小智要去新家囉 很乖乖齁 送他一個隧道啦 我又不會有一個新的 看起來他拿黃的還是藍的 他會玩那個動貓棒啊 欸!我也有動貓棒我拿 我們要到新家囉 小智 他這邊很乖 他只要看外面 對啊 小智 新家喔 這個都是他的架裝 然後等下我們來解釋一下 啊你們有做筆記喔 有做筆記喔 就稍微寫一寫 辛苦了 就稍微寫一寫 因為真的不是很懂 所以 沒事沒事 喔知道你們如果有不懂的問題 都可以問我們 因為像我們也 宋揚很多都是新手的爸媽 就是隨時都可以LINE我們 都沒關係 我們幾點都會 對我也有那種半夜之後 可能突然問我們說 喔他其實好像都沒有大便 然後我們可能就稍微跟他講一下 可能因為剛到新家 覺得貓咪冰久一點 還有一天都不吃 但就是第二天不吃 可能就要趕快去看醫生 或是有什麼問題 我們通常是抓超過24個小時不吃的話 就要趕快去醫院 因為超過24個小時的話 他會開始分解他的內臟 我們是認識痣 所以他其實都有吃 對所以是 到新家之後的24小時沒有吃的時候 就要看醫生 但是很多時候他主食從不吃 你真的拿出來肉泥或什麼 這樣一點之後他就覺得 好像也沒有傷害 但是我們不會建議哄 原因是因為他會習慣 他會覺得我想要你陪我了 對 對 其實他們就跟小朋友一樣 然後 這個是我們的餐包 就是也給他 他喜歡吃這個 然後還有凍桿 然後撒 這些都給他 然後還有窩 跟玩具 都是要給他的 小智 你要乖乖喔 小智剛到新家的第一個晚上 就開始出來探索新環境 也很快就適應新家囉 還會跟主人撒嬌討摸摸 小智的新主人是新手爸媽 他們非常認真 在聯養前就做足了很多養貓的功課 讓我們非常放心的把小智交給他們 小智現在改叫超米飯囉 新主人也創了專屬於他的IG 記錄著超米飯每天的生活 歡迎大家追蹤超米飯的IG 看看他現在幸福的模樣吧 請大家穿上眼睛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